观众老爷们 我是B站知名UP主谭文涛 对不起 sorry 膨胀了膨胀了 我是你们永远的 新人UP主谭文涛 欢迎收看 白话三国志第20期 子无骨奇谋 只要你敢再马上连叫三声 谁敢杀我 我便将兵权和汉中城池 拱手献上 杨姨匹夫听着 谁敢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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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杀你 提起魏妍 最为人所熟知的两大迷场面 莫过于脑后有反骨 还有谁敢杀我 罗老先生成功地把魏妍 塑造成了一个反复无常 骄傲自负的莽夫形象 这当然是虚构的 魏妍在三国之中 首次登场 便是跟随刘备入属 根本就没有在长沙县城投降 诸葛亮死后 也仅仅是不想退兵 代替诸葛亮北伐 反观杨姨 却因为蒋婉代替诸葛亮 而并非自己 竟然后悔没有举兵 投降曹魏 谁的脑后与反骨 可见一斑 至于谁敢杀我 四个字 更是无稽之谈 在说紫武谷其母之前 我们首先简单地了解一下他的提出者魏妍其人 在上一期结尾中说道 在刘备举全国之力拿下汉中这与战略要地后 一当留下众将镇守 刘备并非选择众望所贵的张飞 而是破格提拔了时任衙门将军的魏妍镇守汉中 众将大感意外 刘备为了让众人明白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便大会群臣 在宴会上问魏妍 如今我把镇守汉中的众人交给你 你打算怎么办 魏妍的回答十分豪气 若曹操举全国之力而来 我将替大王阻导 如果仅仅是一名敌将率领十万之壮 我将为大王消灭他们 此言一出 群臣皆撞其言 至少从这番言论中能够听出 魏妍有担任汉中太守的信心 而接下来 魏妍将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 以及刘备的识人之名 刘备既然任命魏妍镇守汉中 首先我们来看 魏妍的本职工作做的怎么样 根据蜀书十四记载 魏妍在边境各营类充实兵力 如果敌军来攻将会被阻挡在外 难以进入汉中腹地 等到后来的兴师之战 王平之所以能够凭借不足三万人 抵挡逃爽十余万大军 很重要的原因 正是沿用了魏妍的策略 而等到姜维撤掉了边境各营类 退守汉勒二臣 就被中会夺取了汉中 虽然其中有多种因素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姜维改变了魏妍 预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 正是汉中丢失的重要原因 而跟随诸葛亮北伐期间 魏妍同样是与建齐功 诸葛亮对魏妍也十分器重 227年亲自入驻汉中后 便以魏妍为丞相司马梁州刺史 尤其是赵云229年病逝后 魏妍已经是蜀汉军中 唯一能够独当一面的名将 曾经在230年 游义深入敌境 在南安郡的阳西 与魏后将军废药 雍州刺史郭槐 率领的魏军发生遭遇战 最终以魏妍大破郭槐告终 魏妍凭借此战获胜 晋升为征兮大将军 甲捷南郑侯 可见此战含金量十足 从上就能看出 魏妍不但能攻 而且能守 堪称良将之才 那么他提出的 子无古其谋 到底是否可行 诸葛亮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首先根据陈寿所说 魏妍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兵 都想自领一万兵马 与诸葛亮兵分两路 在同观会诗 如韩信故事 而诸葛亮不准 而陪松之主魏妍的说法则是详细许多 魏妍率领五千战兵五千辅兵 只从包中出 寻秦岭而东 当子武而北 不过时日可到长安 相比于三国志 魏妍在编利上的说法相符合 而且描述详细 因此魏妍的策略 也就被称为子无古其谋 那么诸葛亮为何不肯用魏妍之谋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 走子无古失败的战力 或许您就明白了 230年 曹真从子无古伐属 恰好作风雨季 将战道冲刷断绝 为明帝照命曹真还军 354年环温北伐 命司马勋从子无道出兵 结果被前秦丞相扶雄击败 宁末闯亡一代目高盈祥 也曾走子无古 同样因为天降大雨 人困马乏 不过最后却在黑水域被刑 由此看来 高盈祥有可能是从子无古转道 落膛道 然后被孙传廷伏击 从上便能看出 诸葛亮为何不许为言的子无古其谋 单单是曹真走子无古失败一事 便足以让诸葛亮心生忌惮 那么历史上就真的没有一例 走子无古而成功的战力吗 还记得前面提过的魏延 如韩信故事吗 如果韩信北伐 走的就是子无古 那么魏延要坚持子无古起谋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呢 为什么说 汉军还定三秦 可能走过子无古 在史记 高祖本记 对于刘邦还定三秦的记载为 八月 汉王用韩信之记 从顾道还 习雍王张寒 寒迎击汉陈仓 从这里看 汉军走的应该不是子无古 因为走子无古的话 张寒不可能在陈仓迎击汉军 但是在收藏于 今汉中博物馆 建于东汉环帝建和二年 也就是148年的石碑 汉司令校尉 前为阳君宋记来 高祖受命 兴于汉中 道游子无 出伞入秦 这个道游二字非常模糊 到底是指刘邦入汉中 还是出汉中 并不清楚 但是如果与从顾道还 四字相联系 那么汉军 还定三秦 极有可能分兵 走过子无古 而在史记 《冠英列传》中 记载冠英 从刘邦 还定三秦 进攻岳阳 破墙再亡 司马兴 从秦军路线上看 冠英 走子无古 齐齐 岳阳的距离 最近 在韩信的计划中 承担了重要角色 由此看来 魏延如韩信故事 也就不难理解了 魏延想要复制的 正是冠英的行军路线 在魏延的计划中 魏军长安方面的主帅 为夏侯敦之子夏侯毛 而夏侯毛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 便被魏明帝调回朝廷 子无古七谋 正是针对第一次北伐的情势 而提出 如果将第一次北伐 与韩信环定三秦相比较 就会发现有许多相同之处 首先是兵力 韩信环定三秦时 项羽的主力军 正在齐地平叛 无暇顾及关中 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 因为蜀汉在刘备去世后 已经多年没对曹魏 采取军事行动 魏军毫无防备 驻军不多 而诸葛亮则是集结了 将近十万大军 其次为人心 张韩投降项羽 导致二十万秦兵被坑杀 前人父老都有怨恨 而刘邦则是凭借约法三章 赢得关中人心 而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 南安三郡同样背叛曹魏 响应诸葛亮 而且相比于刘邦 诸葛亮北伐 还有一个有利因素 张韩虽然败于项羽 但好歹也是秦末名将 而夏侯毛的是毫无军略 喜欢竞赢家产 所以为明帝听说诸葛亮北伐 第一件事就是把夏侯毛撤掉 换成曹真 不过诸葛亮相比韩信 也有一个不利之处 那就是我曾在第五期中说过的 因为五都大地震导致的剧烈地形改变 汗水断流 有兴趣的可以去回顾一下 魏军兵少 而且主帅无谋 这才是魏延以身犯险的理由 如果天气条件允许 一旦走出紫武谷 那么就可以向东迅速抢占 同关 武关等天险 将增援而来的魏军阻挡在同关以东 占据同关后 只要等到诸葛亮大批援军抵达关中 就可以实现关门打狗 逐步蚕食关中重镇 而刘邦把张寒围困在废丘后 同样也是分派主将平定各地 三国之记载 魏延每次跟随诸葛亮北伐 都曾提出分兵 在第一次北伐 情势大好的情况下 诸葛亮因为谨慎而没有采取紫武谷期谋 最终蜀军败退 预言之后多次提出紫武谷期谋 恐怕正是处于对首次北伐的遗憾 想要证明这一计划的可行性 然而之后的多次北伐 曹魏在关西布置重兵 紫武谷期谋已经失去了施展的基础 所以诸葛亮才会多次治而不许 其实诸葛亮恐怕也深感遗憾 如果他能够以最后一次北伐 寻求于魏军主力决战的心态 来应对首次北伐 那么极有可能同意魏延的计划 然而这又是相互矛盾的 首次北伐时形势大好 所以谨慎的诸葛亮不愿意犯嫌 等到诸葛亮自觉寿命无多 想要和魏军决战时 紫武谷期谋已经难以施展 魏延的计划自然也就只能够胎死腹中 所以承受的记载是很严谨的 在首次北伐后形势有变 魏延的计划目标可能就已经 并非是紫武谷了 任何战术都要因实质疑 当然也包括紫武其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